爸妈车上吵架,出了车祸 妈妈醒来时被告知爸爸已经火化 妈妈认为都是自己的过错 愧疚不已,得了抑郁 把我抚养长大后自杀而死 可我在出国留学时 却看见那名华人教授和爸爸长得一模一样 我着手调查 没想到多年前的车祸只是我爸故意做局假死 只为摆脱我们母女和她的青雷相守 还没等我展开报复 就被她发现,被残害致死 再睁眼,我回到了爸妈出车祸的前一天 这一次 既然某人想假死,我就让她死透 女儿,明天妈妈要跟爸爸去旅游 你自己在家要乖哈 我妈一边开心地收拾着行李箱 一边嘱咐我自己在家里的注意事项 天然气怎么使用 垃圾袋要每天一换 不然会有我害怕的虫子 不想做饭的话 可以点奶家外卖 真材实料,干净卫生 其实我暑假过后要上大二了 我妈依旧把我当成小孩子 我一点都不觉得妈妈唠叨 因为上一世很长一段时间 妈妈都是沉默寡言的状态 我上前揽住妈妈的腰肢 妈,我好想你 自从上一世我大学毕业以后 我再也没有见过我妈妈 这一面隔了整整八年 因为她在我大学毕业那年自杀了 如今,我中活一世 闻着妈妈身上辛香的味道无比心安 我妈笑着握住我的手 多大了还和妈妈撒娇 你是不是网上说的妈宝女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我忍住不让落下 对,我就是妈宝女 我要一辈子和妈妈在一起 我爸走过来看到我和妈妈相拥的样子 打趣道 你们两俩感情可真好啊 不就是出去玩两天吗 我妈也宠溺道 这么年妈妈,以后要是结婚了 没有妈妈照顾,可怎么办呀 可是妈妈,上一世我也没有你 孤单又凄惨地活了下去 上一世我大学毕业以后 强撑着身体帮我妈举办了葬礼 还把妈妈和爸爸的骨灰埋在了一起 我努力工作 按妈妈的心愿每月给爷爷奶奶打钱 后来我出国留学 却发现了我爸爸成为高校的华人教授 他不仅没死 还和自己的青梅生下的孩子 成为神仙眷侣 而我也被他害死了 回到了现在 眼前的他一脸慈祥 好似我和妈妈都是他这一生最珍贵的家人 可我却记得上一世是如何死在他手里的 妈妈还认为都是自己的过错 愧疚不已 得了抑郁 在我大学毕业以后选择自杀 他却不知道这次的旅游 争吵 车祸 假死 都是我爸精心设计好的 甚至在出事的前一天 他就将家里的存款全都取走了 转到了他的青梅黄雅蝶身上 黄雅蝶甚至出事了一张我爸写给他的欠条 我们家还欠他五百万 妈妈只好把房子卖掉 一天打三份工还债 一边要供养我上学 一边打工还债 还要打钱给爷爷奶奶 接受他们的咒骂 啊 妈妈无时无刻不沉浸在 自己导致丈夫死亡的情绪中 以前爱笑的他 开始沉默寡言 然后沉默地走向死亡 所以现在看着我爸一脸笑意的样子 我直接恶心地当场吐了出来 我不是故意的 纯粹就是生理性的厌恶 好巧不巧 就涂在了我爸的白衬衫上 我爸的眼神里闪过一层嫌弃 但被他迅速遮掩住 转脸上挂上担心 瑶瑶你怎么了 我妈也焦急地替我擦着嘴角的污秽 摸了摸我的额头 身体不舒服吗 要不要去医院 妈 我没事 可能中午吃得太油腻了 我喝点水就好了 去认我无事以后 我妈催着我爸去把衣服换掉 我妈还打趣 都知道咱们家的陆教授是个正经人 学术上追求完美 就连衣服都得晕烫得工整 现在心里肯定很难受吧 他一点都不难受 我爸对我妈晕烫衣服的要求非常高 甚至动不动 托了他不去上班 在家连这点小事都干不好 在我爸的托下 我妈堪称家务高手 可是上一世我在美国见到我爸的时候 一身衣服皱皱巴巴 他也一样笑得开心 这就是爱与不爱的区别吧 看了两人都进卧室了 我联系到了闺蜜林如霜 林如霜的爸爸是记者 现在正在国外拍纪录片 纪录片的内容就是电信诈骗背后的秘密 现在国家打击网络诈骗的力度很大 只要有风险账户支付记录 银行卡就会被冻结 别说取钱了 解冻都得要经过调查 无问题以后才可以 我提供了家里的银行账号 很快就有几笔小额转账到了银行卡 确认已经冻结以后 我才放下心 这些钱是爸妈的共同财产 他想全都拿走去国外过好日子 那就用自己的命来拿吧 果然到了晚上 我爸就发现钱转不出去了 怎么银行账户被冻结了 你买东西了 早就告诉你了 不要谈小便宜 现在好了吧 钱转不出去了 我爸态度凶狠 上来就开始责怪是我妈导致的 我妈愣住了 我最近没买东西啊 就是啊 爸 你大晚上给谁转账 银行卡洞 结了去办理解洞就可以了 你怎么发那么大的火 我爸这才发现自己说错了话 演示道 学校里的同事急需用钱 我这不想着借他点 我妈着急道 是谁用钱啊 我这还有点 不然先转过去 三 我爸摇摇头 没事 也不急了 回头再说吧 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站在门口和爸妈告别 往日沉稳的我爸 今天特别急躁 甚至掩饰不住 自己随时都要上扬的嘴角 我妈还以为 我爸是和他出门开心 娇羞到 你爸第一次跟我约会的时候 也是这个样子 上一世我接到电话的时候 我奶奶只说 我爸妈出了车祸 等我赶到殡仪馆的时候 只看到头脑昏沉的我妈 我妈根本不记得 事情经过是什么样的 她只记得 我爸埋怨我姥姥强势 在外人面前不给她面子 我妈因此和她争执起来 然后就感觉自己突然断片了 在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在殡仪馆的椅子上了 我和我妈不相信 爸爸已经去世的消息 想再去看爸爸最后一年 我奶奶却告诉我们 爸爸已经被火化了 因为尸体严重损伤 怕我和我妈看了心理难受 索性由她来当这个恶人 我当时还疑惑 一直对我妈挑三拣四 想我是个女孩子的奶奶 怎么突然间 那么为我们娘俩考虑 原来 她是为自己儿子考虑的 这一事 我让闺蜜林路双开车 跟在我爸车后面 车子出了城区以后 有几次方向盘晃动的次数 然后我爸就靠边 把车停了下来 下车以后 她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浓 打着电话抽着烟 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 我们的车经过我爸的车以后 我才看见 我妈在副驾驶晕倒了 林路双交集道 阿姨怎么晕倒了 我心里也很不安 可还是淡定道 放心吧 我妈没有生命危险 你爸同事快到了吧 我妈当然不会有事 我妈要是出事的话 谁出面说 是因为她跟我爸吵架 才发生车祸的事情 谁出面去卖房子还债 照顾我爷爷奶奶 林路双看着共享位置 他们还有两三分钟就到 上一世漏洞太多了 我根本不知道车祸现场在哪 爷爷用我知道了 会伤心来搪塞我 况且我作为女孩子 他们更不把我放在心上 当时的我每天和妈妈抱头痛哭 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了爷爷奶奶处理 或许 根本就没有车祸 连所谓的我爸在撞向山崖的时候 本能地将方向盘望 又打保护我妈都是谎言 而我妈却因为这句话更加愧疚 因此抑郁 妈妈的钥匙扣上 对我挂了一个录音笔 看起来是一个毛茸茸的玩具 还是我撒娇妈妈才别上去的 4 录音笔里 爸爸喜气洋洋的声音传来 雅迪 你放心吧 过了今天 咱们俩就可以光明正大的一起了 我姑姑的声音也传来 哥 你说咋办 通过林路双爸爸同事群里发来的消息 我们才知道 姑姑和姑父开着他们的货车已经到了 我爸挂掉电话 我刚给你嫂子吃了米药 你们趁着现在把我的车撞废 哥 你这个车我记得花了几十万呢 撞废了干嘛 不如你给我开吧 我姑不舍得摸着车子 我想起上一世姑姑 后来确实开了一辆和我们家一型号的车子 我还以为是巧合 却没有想到 竟然是同一辆 果然 我爸无所谓的 给你就给你 但是最近你不要开 等这件事过去了再说 姑姑瞬间笑得无比灿烂 嫂子的娘家真舍得 这样的好车都给你买 我姑初中毕业 唯一的工作就是跟姑父开着货车送货 买货车的钱有一半是我妈借给他的 即使这样 我姑也看 我妈后不顺眼 有钱了不起啊 我哥可是名牌大学的教授 愿意娶你 是你八辈子修来的福气 丫头骗子花那么多钱培养干什么 有那个钱还不如给我们福根买牛奶喝呢 他现在又高又壮 是男子汉 不会下蛋的母鸡 要不是我哥拦着 我妈早就把你修了 我妈对于这些话 一向是只听从来不辩驳 因为我爸说他们家里人没有文化 说话没有素质 让我妈忍忍 可是我爸虽然是名牌大学教授 却是我姥姥动用了自己的同学关系跑通的 就连借给我姑姑买货车的钱 我姑姑也一分钱都没有还 每次到我家连吃袋拿 恨不得把能搬走的东西都搬走 我爸去世以后 他更是没有再联系过我们 还是因为奶奶过生日 我才看到了开着我们家车的他 有时候我也不明白 妈妈为什么要这么忍让 对爸爸这么死心塌地 妈妈总会心心眼告诉我 你不知道 那时候我差点掉到水里淹死了 是你爸爸救了我 没有钱了也会坚持买项链送给我 求婚的时候哭得比我还要惨 生下你的时候直接奔着我而来 你爸爸对我是真的好 所以我也要对他好 林如霜对我妈的评价是恋爱老 我对我妈的评价是傻白甜 我姥姥对我妈只有一个劲的摇头和叹气 五 我爸准备充分 连特效化妆师都请来了 当场给自己画了一个惨不忍睹的车祸惨死妆 记者们在群里纷纷感谢我 说这个题材肯定会爆 等他们挣到钱 以后要给我和林如霜分红 这条路还有人质 我爸一点都不担心 有人路过撞破他造假的画面 等妆容画的差不多了 我爸终于满意了 用谢姜制作了很多惨死的画面 YouTube更是拍了很多的照片 此时的我妈还在迷药的作用下昏睡 我姑姑看着照片很是满意 哥 要不是我亲眼看着你化妆 我还以为这是真的嘞 哥 那我们就直接去殡仪馆了 你怎么办 我爸讲究的卸掉自己的妆容 脸上满面春光 我去雅迭那里 他现在怀孕五个月了 正需要人照顾 等我们拿到了钱 就去美丽国 原来 黄雅迭怀孕了 难怪我爸急于假死离开这里 我姑姑也开心道 原本以为咱们老陆家要段子绝孙了 没有想到雅迭姐那么给力 一下子就怀上了儿子 一听到儿子两个字 我爸也笑得合不拢嘴 这说明你哥我宝刀未老 都是你嫂子固执 他在要一个孩子 对姚姚不公平 一直不同意再生 要不然我早就有儿子了 我出生的时候是早产 奶奶知道妈妈怀的是女儿以后 就整天挑刺找事 甚至故意搓摸我妈妈 导致我七个月就出生了 我生下来体质就很差 是个病毒我就会感染 更是医院和药店的常客 妈妈认为有了第二个孩子以后 对我的关心和照顾会变少 所以毅然决然地拒绝生二胎 我爸为了维护自己爱奇爱女的好形象 也不敢催我妈 实际上 他也很想要一个儿子 眼下 他的青梅就帮他实现了这个愿望 录音笔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 都让我心里难受 她结婚到现在二十年 竟然一直演戏 奥斯卡真的不给她颁奖吗 我爸的演技可不止于此 很快 我爸跟我姑就兵分两路 记者们也早就去了殡仪馆 看着我姑跑上跑下地忙活 我姑更是拿了一万块钱 给殡仪馆的工作人员 配合她的演出 很快 我就接到了姑姑抱丧的电话 瑶瑶 你快来殡仪馆 你爸爸出车祸去世了 等林如双陪我赶到殡仪馆的时候 我妈已经被叫醒了 双眼迷离 被动地接受着我爸死亡的消息 六 我奶奶坐在地上拍大腿 我的儿啊 你怎么就扔下娘走了呀 你让娘怎么过呀 你连个儿子都没有 谁给你送中啊 我妈整个人灵魂出窍 坐在那里止不住地流眼泪 车祸现场的照片 更是令我妈心痛到不行 抱着我失声痛哭 我姑看见我没掉眼泪 质疑道 果然生闺女没用 自己的亲爹死了 连眼泪都不掉 你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吗 姑 你说我爸死了 我爸呢 姑姑气病神闲 指着姑父手里的骨灰盒 车祸太严重了 你爸面目全非 我们怕你妈伤心 所以火化了 你该不会觉得我们在骗你吧 这么大的事 你觉得我们会骗你吗 我从姑父手里抢过骨灰盒 直接不顾所有人的反对 打开了骨灰盒 上一世 奶奶不让我打开 说我爸没有儿子 没有女儿碰骨灰盒的道理 我妈想保留一部分骨灰供在家里 这样就相当于爸爸还在家里保护我们一样 可我奶奶说 落叶归根 你让他继续在家里待着 是不想让他投胎吗 所以这一世 我趁人不注意 打开了骨灰盒 里面空空如也 我爸呢 里面怎么没有骨灰 这里的负责人呢 为什么我爸爸活化了 你们却没有把骨灰装进去 我要讨一个说法 所有人都被我的操作惊呆了 姑姑上前想捂住我的嘴 被我一脚踹开了 我爸死了 死得不明不白 眼下连骨灰都没有 这是想让我爸爸的安宁了 身后的记者巧妙地钻了过来 我是记者 您刚才说什么 你爸爸的骨灰不见了 面对直播镜头 我流着眼泪 将事情经过说了一遍 我奶奶也不坐在地上 拍着大腿哭了 上来阻拦 你别听孩子瞎说 有可能只是工作人员的失误 你说你这么闹干什么呀 你这不是影响工作人员的工作吗 我姑姑也拉着我的胳膊 你这孩子就是不懂事 听不得别人的解释 这是你姑父失手拿错了 记者道也不急 反问道 大家都烧成了白骨 怎么能区别哪一盒是你爸爸的呢 殡仪馆的领导 一听到有人闹事 还有记者参与 着急忙慌的就赶来了 他听清事情原委后 肯定道 我们这里不可能出现骨灰和拿错的情况 也不会出现火化后 没有将骨灰装链的事情 所有的步骤 我们都有系统记录 更不用说我们有全程监控录像 气 我奶奶生怕事情闹大 拽着我往外走 没拿错没拿错 我这孙女不正常 奶奶常年甘体力活 拽起我来游刃有余 我直接一脚踩在了她的脚上 她疼的骂人 你奶奶的腿 连我你都踩 林如双提醒道 她的奶奶不就是你吗 我妈靠在墙上 虚弱道 我老公刚刚去世 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我也想知道真相是什么 我老公名叫陆耀祖 今天下午两点发生车祸去世 听她妹妹说是下午四点多火化的 身后的工作人员听了名字以后 迅速查阅系统 然后疑惑道 您确认是者是叫这个名字吗 我点点头 是的 我们作为家属 也很想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或许我刚才表现得很没有理智 可是那是 是我养我二十年的爸爸呀 我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说到这里 我又在直播镜头面前哭了起来 弹幕里也纷纷刷了起来 我承认自己 刚才骂她无理取闹 可是换成是我 应该会崩溃得更厉害 你们不觉得别用吗 为什么她的奶奶和姑姑 都不想去理清这件事 而且她爸爸名字叫耀祖 她奶奶的表现不对劲啊 万一那是后妈呢 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再次肯定道 今天没有叫陆耀祖的人火化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我抬眼她向姑姑 姑姑 你刚才不是说我爸已经火化了吗 为什么工作人员说自己没有搞错 到底哪里出现问题了 我揪住刚才送骨灰盒的工作人员 对殡仪馆领导说 刚才就是他送来的 如果我爸没有被火化 那就是他说谎了 希望你们能彻查这件事 主任联网表示 自己会认真调查此事 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等得到殡仪馆主任的肯定答复 我妈终于撑不住晕倒了 李如双赶紧将我妈先送回家 我却在网上发起了 寻找我爸的全民参与活动 所有人都知道我爸消失了 我奶奶和我姑姑 还捏造我爸去世的消息 这里面是另有隐情 还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人多力量大 很快就有人在网上留言 这个长相和年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今天下午 还在小区门口的超市遇到了 他怀里搂着一个怀孕的女人 你是不是住在富贵花园小区 我好像也遇到了 我之所以印象深刻 就是因为那个男人笑太开心了 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 八 即使没有网友发言 我也早就知道了黄雅迪的住址 只是没有想到 网友果然是万能的 大家顺藤摸瓜 竟然找到了黄雅迪的门牌号 这个女的说自己的老公是大学教授 和博主的爸爸一个职业 不会这样巧吧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 我都不敢说 这件事在网上发酵的越来越厉害 就连我妈都关注到了 经过了一晚上的时间 我妈看着评论 已经想明白了一些事情 我和你爸是突然间吵起来的 他甚至还劝我多喝水 那瓶水里有奇怪的味道 然后我就失去了意识 我昨天刚醒来的时候迷迷糊糊的 我问什么你奶奶都不告诉我 他说都有你姑姑在办 我还以为是把我当烂人看 没想到啊 以往柔弱的妈妈 现在眼里满是悔恨 明明她作为枕边人最熟悉我爸 却被以前的感动蒙蔽了双眼 去找黄雅迪的事情 我不想让我妈参与 林卢双跟我开着直播 后面跟着吃瓜网友 还没到单元楼下 就被我奶奶还有姑姑拦住了 哟 奶奶 你怎么在这 你也是上去找我爸的吗 我就知道你肯定也接受不了 我爸莫名死亡的消息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我的话我奶奶不好接茬 姑姑倒是吐了一口唾沫 瑶瑶 你可真会睁眼说瞎话 你爸都死了 你还来掏扰别人干什么 姑姑 我爸死了 我爸的骨灰呢 还有我们家的车去哪了 你要是想说报废的话 那你能告诉我在哪个修理场吗 姑姑 您不想说不要紧 有这么多网友在 总能调查清楚的 身后的吃瓜群众 起哄着往前挤 然后是我奶奶力气大 也抵不住这么多人往前冲 只能疯了似的往楼上跑 林如霜昨天还担心 我爸和黄雅迭会不会偷偷溜出去 我说肯定不会 因为很多人都盯着这家呢 都想获得最新的消息发布在网上 然后换取曝光度 连黄雅迭家门口的垃圾 都有人翻完以后发布在网上 用过的纸巾 两人份的外卖 写着我爸爸名字的标签纸 我奶奶躲在屋门口 不让我们进去 林如霜直接嘲讽道 你还说你儿子和这个女人没关系 要是真没关系的话 你挡在这里干什么 难不成里面的是你女儿 我姑姑杂杂呼呼 你瞎说什么呢 信不信我把你嘴撕开 就 我不加入争吵 只是固执地敲着门 屋里有人说话 但是没人开门 我直接高声道 黄姨 你要是不开门的话 就别怪我把我昨天晚上找到的东西公之于众 你写给我爸的情书 你们俩的私密照片 还有 话音未落 门就开了 黄雅迭我见过 以前经常来我家 大哥长 嫂子短的 对我也很亲密 长得不如我妈好看 但是很会装温柔小意的样子 此刻他泪眼婆娑 瑶瑶 我自认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 你为何这么污蔑我 你这可是在重伤我的清白啊 林如霜猛猛猛道 你连孩子都怀上了 还说清白 哪里清白 你的脑子吗 黄雅迭盯着我 脸上带着几分阴毒 你说的东西在哪里 我笑笑 黄姨 你不是说你清清白白吗 清白的话 还怕我说的那些东西吗 吃瓜群众也挑事到 他能清白就有鬼了 以前他屋里的男人可是不重样 还得是学历高的人好骗啊 你爸都愿意养这样富不祥的孩子 富不祥三个字 我奶奶还是懂的 他狐疑的叮向黄雅迭的肚子 这里面难道不是我的孙子吗 他承认了 博主的爸爸果然出鬼了 要不是真的 你以为这老妖妥会来吗 吃瓜群众你一言我一语 我奶奶才知道自己说错了话 但想解释已经来不及了 黄雅迭已经要开门进去了 林如霜可是我们学校的体育生 眼疾手快就叫门打开了 他使了一个眼色给我 我拿着手机去进去了 进去就每个屋里大声哭喊 爸爸你在哪 最后我爸被我从衣柜里找了出来 我什么都没说 因为身后的吃瓜群众 把该骂的话都骂了出来 更别提客厅里还摆着收拾好的行李箱 还有飞往美丽国的机票 我爸尴尬的笑着 我就是和你们开一个玩笑 没有想到你姑姑真信了 我奶奶拧了姑姑侧腰一下 姑姑也出来认错 都是我没有掌握好度 你看看事情闹成这么大 都散了吧 黄雅蝶看着我爸起身离开的样子 眼中满含泪水 但是他没有阻拦 直到现在事情赶紧平息 才是最好的结果 我爸跟我回到了家里 我妈起身担忧道 真是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真的死了 我妈哭得很是伤心 跟早上和我说话的表情完全不一样 十 我爸紧紧道着我妈 这不是过两天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 我想给你一个惊喜 真是什么瞎话都敢说啊 这是惊喜 我妈在浴缸里放好了水 一边指责我 因为担心失去我爸 将事情闹大 一边让我爸脱光了 进去泡澡 直到客厅里只有我们娘俩了 我妈才笑意盈盈 看着满脸担忧的我 闺女 你的直播妈妈都看到了 既然你爸爸想假死逃跑 那我们就成全她 只是想走可以 这些年欠我们的 她都得还回来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 我妈这样的眼神 看到她这样 我也把上次录音的事情告诉了她 甚至拆穿了 我爸这些年做的事情 比如她以为是我爸救了她 却不知道 这都是我爸自导自演的 她溺水 也是我爸在救生圈上动了手脚 求婚的时候哭是因为 我爸再也不能和黄雅别在一起了 所以痛哭流涕 至于我出生的时候 她只奔我妈而去 因为我不过是丫头骗子而已 没有什么值得她看的 这些事情 都是上一世我调查出来的 上一世我出国遇到我爸以后 就找私家侦探 去调查事情的始末 不过用了两万块钱 我姑就把什么事情都说了 毕竟我爸出国以后 她一点好处都没站着 还得隔三差五去照顾我爷爷奶奶 以防邻居说她不孝顺 也或许是我妈死了 她终于可以说真话了 真相被残忍地揭开 我妈脸上的笑容渐渐凝固 最后吃笑一声 我曾经以为是不爱了 却没想到 原来从头到尾 我都是被利用的那个人 你姥姥说的对 凤凰男 全身上下都是目的 等到我爸泡完澡出来 我和我妈已经准备好了一桌子饭菜 我们没有去计较黄雅迭怀孕的事情 脸上流露出的 全是劫后余生的喜悦 我爸也没有多想 因为他很自信 自信地认为他说什么 我妈都相信 反后我妈将这些年 自己写论文的手稿拿出来 推到我爸面前 我妈的研究院缺一个助理 正好我也在家里面是干 想去应聘 你的论文都是我写的 署名只有你 无法证明是我的研究 所以你写个证明吧 我爸愣住了 写什么证明 我妈脸上带着温柔的笑 撒娇道 当然是证明你的军工章 有我的一半啊 要是我直接把自己的研究数据 和实验记录提供给他们 你不就成抄袭了 十一 我爸不宜有他 因为我妈太爱他了 这也是他敢假死的原因 为了我爸 我妈经常和姥姥吵架 为了他放弃自己的工作 上一世还因为他的离世 抑郁而终 我爸潇洒地写完了证明 交到我妈手里的时候 才略带不满道 你去工作了 家里谁做饭 我妈脸上的笑容消失 难道我在这个家里的价值 就是做饭吗 我爸赶紧解释 不是 你去工作吧 需要什么我帮你 上一世 我爸能够在美丽国 继续成为教授 一是靠我妈给他写的论文 二是背靠我姥姥的关系 我爸在家里为安分几天 黄雅迭就闹上门 你们家欠我五百万 赶紧还钱 撂在桌子上是一张欠条 上面是有我爸的签名 我爸当即跪在地上 抱着我妈的腿 痛哭流涕 我喜欢上了赌博 钱都输光了 就像雅迭借了 其实我那天去雅迭家 是为了劝他 不要把事情闹大 我爸嘴里一口一个雅迭 声音都快甜得拉丝了 黄雅迭面带酸异的 看着我爸和我妈身体接触 我妈一脚踢开我爸 狠狠往他脸上甩了一个巴掌 这一巴掌打得极重 我妈的手都抹了 我直接开口 爸 这属于你一个人的债务 不属于夫妻双方共同债务 线条上一没有我妈的签字 二没有用在家庭支出上 而是你拿去赌博了 恐怕只能你自己承担了 还有啊 黄阿姨从哪里挣来的五百万 难道你那个前夫发横财 还点了你一笔 我妈也冷声道 我对你太失望了 我以为你还是以前的那个偏偏少年 却没有想到你现在竟然开始赌博了 这日子我过不下去了 黄雅迭听到此话脸上笑容越来越深 主动问道 离婚的话 钱和房子怎么分 总不能陆哥净身出户吧 这些年你一直不工作 全靠陆哥养家呢 我妈笑出了声 好啊 那咱们就一笔一笔算吧 我赶紧打电话给我的极品奶奶和姑姑 算账的话人还是起一点比较好 房子是我妈的婚前财产 我妈做一个恋爱脑 姥姥唯一能做的就是保证我妈婚后的生活 所以房子我爸拿不走 至于我们家的存款 存款虽然不多 但是外债还是不少的 尤其是我奶奶和我姑姑来借的钱 一听到要离婚 我奶奶可开心了 我早就看见娘俩不安好心 儿子 你该离就离 妈一百个支持你 我姑也帮腔道 哥 你年纪也不大 又是大学教授 你还怕找不到下家吗 黄雅迭更是直接扶着腰坐下了 12 我妈冷笑一声 好啊 婚内财产均分 房子属于婚前财产 车子是我妈在我们婚后赠予我的 也不在分割范围 这些年你妈从这个家里借走了60万 你妹妹借走了50万 这110万我就不要了 全都给你 家里的各项账户余额还有80万 归我和女儿 还有什么疑问吗 这110万肯定是要不回来了 更不用说我姑这一事 直接将我们家的车给卖了 付了房子的首付 我爸不愿意 那算什么借款 那都是孝敬咱妈的钱 你说这个也太不孝顺了 我妈根本不生气 但定道 既然你这么重笑道 你妈是妈 我妈也是妈 那就也给我妈孝敬60万吧 怎么样 奶奶又开始撒破打滚 你都生不出儿子的败家媳妇 家里的钱都是我儿子挣的 你还想让我儿子净身出户 我姬笑道 怎么算是净身出户呢 我爸给黄亚迭全款买了一套房子 你们那里还有110万的欠款 实不相瞒 那套房子还是婚内共同财产呢 我将银行流水打了出来 更是从家里的行车记录仪上 找到了买房子签约那天的行程轨迹 房子是我爸给黄亚迭买的 黄亚迭捂住自己龙突突起的肚子 那是我自己的钱 那是陆哥欠我的 我点头复刻 是啊 是我爸欠你的嫖资 那也属于共同财产 爸 你也是明白人 现在你痛快离婚 剩下的证据我就不放出来了 出门你还是那个陆教授 但如果你还是虎脚蛮缠的话 就别怪我后妈狠心了 我又将一些劲爆的照片晒了出来 两个人不着一缕在车里动作的照片 这都是上一世的我调查出来的 可惜还没等我去质问他 就被他一锤子打死了 这下子 我爸和黄亚迭老实了 就连不识字的奶奶都知道这只丑闻 闹到了明面上 他儿子的工作可就保不住了 我爸痛快签下了离婚协议 搬进了黄亚迭的房子 离婚冷静期 我妈在家里断舍离 这段婚姻对他的影响太大了 我一直担心他会撑不住 但是他比我想象的更加坚强 学会了游泳 重新换了家具 还去和姥姥认错 拿到离婚证的那天 我和我妈出去大吃一顿 然后开始了鸽子的行动 我妈提交了自己写论文时的 各种实验数据和材料 并出去了监控 证明我爸所有的论文都是他写的 要求撤销学校对我爸的所有聘请 严查他学术造假问题 13 我也忙着让我爸继续射死 在网络上发布他和黄亚迭的往事 黄亚迭因出轨被前夫离婚 又是怎么和我爸再续前缘 再续前缘以后 我爸为了黄亚迭肚子里还未出生的儿子 设下了假死的巨大骗局 还妄想贩卖高校基尼拿到美利国绿卡 当时拍摄我爸假死的记者 也将视频放了出来 在网上掀起了一阵讨论热潮 更不用说 他留给我妈的500万借条 我妈起诉了黄亚迭 要求他归还我爸给他买房子的财产 那是婚内共同财产 学校本来就是 看到我姥姥的面子才拼我爸 眼下当即停掉了他的职务 并发表声明 严查此事 黄亚迭在网上卖惨 说这些钱都是自己的 不是我爸的 被我晒出了证据还不死心 还妄想用自杀来逼我 结果他的前夫也上网了 晒出他婚内出轨多名男性的证据 彻底将他捶死了 在我开学之前 我爸的事情被调查清楚了 没有想到 我爸竟然真的贩卖学校的机密信息 不过他一直因为能力不行 没有得到重用 泄露出去的机密也在可控范围 甚至还有一部分假数据 正好去迷惑美丽国了 我爸入狱以后 黄亚迭当机立断 将肚子里的孩子打掉了 我奶奶看着未成型的男胎 在医院和黄亚迭打了起来 黄亚迭将他一把推在地上 你个老妖婆 一分钱不出 就想我给你们家免费生儿子 这么想生你自己张开腿生啊 黄亚迭的房子被拍卖了 因为他没有钱还我妈钱 后来听说他去当了战阶女 我奶奶接受不了自己儿子入狱 又失去孙子的事实 整个人疯疯癫癫 还去问我姑姑要钱 被我姑姑从楼上推了下来 成了瘫痪 很快就因为无人问津死了 失去强有力的娘家 我姑也被出轨 家暴离婚 我毕业那年 我妈拿到了国家级的科研大奖 她站在领奖台上 硬生辉 一双眸子如有大海星辰 我能拿到这个奖 首先要吸血我的妈妈 她为我付出了很多 其次要感谢我的女儿 是她帮助我重生 是她让我知道 人生不应该浑浑噩噩的过下去 最后 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是你们的鼓励 我才没有放弃 上一世的这一天 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亮 终活一世 我也要做到比上一世更好 全文完